行车记录器拍下令人震惊的一幕 在重庆奉捷 满载十多人的中行巴士 雨中前行 突然一阵落石 不偏不倚砸在车上 意外发生后 车身从右侧看来还算完整 但左侧整个车顶已经完全被砸毁 村民说因为学校刚刚放假 车上很多都是正要返乡回家的学生 他们救出了十多个人 但有六人不幸罹难 九人受到轻伤 一边是货从天降 另一边在江苏徐州这辆轿车 则是开着开着 路面突然下陷 整辆车一个侧翻就陷了进去 眼看车辆冒烟 车体还不断地越陷越深 旁边路人赶快打开车门救人 所幸这场意外没有造成伤亡 TVB新闻科兽熊庄志伟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